现在我们内科园区有超过5000家的企业 提供数万个就业机会 那刚才理事长很骄傲的说 我们这里有4.9兆的产值 焦量剧就低头看稿 小英总统19号晚间出席内湖科技园区之夜 岁末连环晚会 还偏偏看旁边的理事长 似乎在确认金额数字又没有讲错 刚才总统是对内科科技园区 与我们所有的员工表达新年祝贺之意 但是总统也是候选人 不太好意思 那我们还有两位候选人来 你们两个站出来不要躲在后面 小英总统总不忘把握机会 母鸡带小鸡 带着党内立委候选人站台拉票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也到场 与总统同场不同台 我们政府应该有一个政策 把能够帮助你转型的业者 建构一个平台带来 然后在法律法规税制 还有投资各方面 让你的这个转型的诱因可以极大化 张善政站在台上 从头到尾眼神都专注望着大家 完全不用看稿 还可以看在座科技新贵大谈产业转型 这场参会马前总统也到场致意 更带着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逐桌敬酒 可见蓝绿高层积极抢攻科技选票 记得台北最后的报道